蘇丹紅我現在都很緊張 因為這個有一點紅就想 是不是蘇丹紅 辣椒粉什麼 什麼白胡椒粉也加 白胡椒怎麼會有紅 都也有這東西 好不好 原來一個公司要寄生 他的研發長 為了能夠到超商去上架 去串個SGS的報告 這可不可惡 我們通常一個東西 要不要給送到SGS去檢疫 一個東西 都很多錢的 很貴的 然後那個報告出來 就證明這個產品沒有毒 沒有添加這個 沒有添加那個 他就要去串個人報 SGS應該告他 搞什麼鬼 法令下里 把他收押 防他串政 那麼許小信說他也捐錢給劉建國 所以這個怎麼回事 跟綠營有些人的交情匪淺 所以他被報是綠營金主 現在他這個紅辣椒粉 已經流入全台灣 全台灣各方面都是 所以網路就說顏色對了 就沒事了 他就是蘇丹紅 是蘇丹綠 好嗎 另外呢 至少我們流向16廠商 16廠商每個廠商還在流到別的地方去 陳建仁就說該查就查 該清就清 該罰就罰 這個話誰也都會講 另外而且現在這種東西都是地方政府查出來的 真的都是地方查出來的 石藥署說3月1號起檢出施丹紅 就立刻停止輸入 不准進來了 另外連鴨蛋黃 豆腐乳都被點名了 因為很多東西裡面都有蛋黃 對不對 甚至鹹蛋黃 紅紅的漂亮有沒有 好看 豆腐乳也是都好像說有辣椒 所以現在只要有辣椒大家都很緊張 到底有沒有吃到這個東西 之前因為陳建仁去批評盧秀燕 才誇口說我們食安很好有五環 現在看起來食安問題還蠻大的 到底怎麼回事 食品滲入了 那是不是等於是謀殺別人 你看這個看起來很漂亮 紅紅紅紅的 我們看一下 還有炸愛物酸紅的毒辣椒粉 流入台灣市場引發食安風暴 涉嫌變造SGS報告的寄生誠信負責人 遭到立委嘰報 也就是雅士嘉董事長 寄生公司董事陳軍任 也是雅士嘉的監察人 而在2018年援臨縣長選舉時 陳鴻志就透過雅士嘉捐款20萬 給中選會主委李靖勇 致電李靖勇接稿前沒回應 中選會則表示非選物無評論 同樣的名字也出現在 在民進黨立委劉建國選立委與縣長時的捐款名單 當時要喊冤 只是同名同信 陳建仁的態度是相當高傲的 所有的問題都推給馬政府 推給個案說不是系統性 我陳建仁做得很好 我民進黨政府好棒 但當今天出現了民進黨的金主 那是真正讓蘇丹宏流入失眠 而且偽造SGS檢驗報告的人的時候 請問民進黨現在難道要噤聲不說話了嗎 市安五環又失靈 看守內閣上警發條 到底怎麼回事 來 施宣 這個前一陣子這食安問題 我相信立法院這個是一級戰場 大家在吵這個議題 我印象很深刻 我看到陳建仁做這個食安報告的時候 他裡面在講說 經過我們的五環政策 蔡英文食安怎麼樣怎麼樣 講了一大堆 所以很多的系統性 都變成了個案性 這件事我最想問的就是 那這個是個案還是系統性 這才是現在最大的問題 食安照理 九月裡面罵馬英九這樣的一半 都說馬英九的時候發生食安信 他的時候沒有 推到馬英九身上去 然後再想想看 像巧新踢爆這個負責人陳什麼 陳洪志 又是這個綠油油 所以這樣的事情 過去八年就是不斷的在發生 那其實在總統大選上面 或者是地方選舉 尤其地方選舉 其實已經反映出來 民眾對於這種事情的厭惡 這就叫寄生國 我們還被罵寄生國 你們怎麼都沒捐錢 看到這個我就氣 我是覺得第一個 這個你要說 他有一個捐十萬二十萬 好像就是民進黨去怎麼cover他 我覺得這倒沒有 我覺得這很清楚是沒有 就沒有因為這個政治獻金 而有什麼大家特別去cover他的 這件事情 我覺得這個事情是 我覺得要先可以釐清的事情 但有捐是事實 現在在資料上面是看到 但我覺得這個事件 不用再過度去做聯想這件事情 這是第一個 第二件事情這事情當然嚴重 我認為這件事情當然嚴重 你如果問我說這事情是 個案性或系統性 我認為這事情應該就是系統性 已經那麼多廠商了 這事情就是系統性 所以我覺得現在該做的事情是 大家知道問題在哪裡了 趕快去收拾 但我要說的是說 這個當時在立法院的 這個食安的報告裡面 其實看到的狀況是 我坦白說 我前一段在討論食安的過程裡面 尤其是台唐的豬肉的問題裡面 我真心覺得從一開始 我覺得有很多是政治語言 今天回到這個食安的問題 這事情我覺得 絕對必須該注意的事情 尤其它牽扯到的食品的廠商非常多 然後牽扯到的食品非常多 我是覺得大家現在就讓這個食品的 我覺得是要回到這個專業部分 去面對這個事情 我個人覺得這個食安五環 這是民進黨最引以為傲 在2016年開始 每一次他們就看到他們的食安五環 可是我真的要問的 而且他們甚至還要說 為了預防性 他們是結合了農委會的副主任 還有包括衛環 還有包括環保 要開來這個事情 我要問這件事情 蘇丹宏這件事情 你們有啟動會議來開嗎 這是你們心事淡淡要告訴我 還有這到底是系統性的忽略 還是系統性的結構 這麼一連串的事情過來 而且蘇丹宏我說實在 我看到他放到那個夏威先生 我小時候非常喜歡 到長大老的時候都很喜歡吃的 還有菜包餅 也要等我放這個 因為他讓顏色變得很好看 我搞不好也是因為顏色 我才去買它 就發現這些事情 竟然會造成我們這樣食品的安全 最重要的是 民進黨是以食安五環 來贏得群眾的一個關心 現在發生的這些漏洞的話 真的是要好好的來做一個解釋 最重要是告訴我們 未來是怎麼樣來防堵 怎麼樣來避免這樣事情再發生 這是我們關切的 因為食品色香味 當然顏色是很重要的 而且現在他發生這個事情 他已經累積下 你就不知道有多少的產品 因為我們在 而且多久你也不知道 對 然後因為食藥署 真的非常的奇怪 我們在邊境查驗的時候 已經發現大陸的辣椒粉裡面 就含有蘇丹宏 然後他為什麼不一次的 就是一次的把它還逐批逐批查 你不就是應該要全部的 就是要全部來檢查嗎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說 針對這個這樣這次的事件 他去篡改那個報告 這個到底是存在多久了 我覺得這個也要講清楚 來 小心 其實當時在食安專報的時候 我有質詢陳建仁這個問題 我問他說 你說台中這個人要15天 你查到以後15天不能公布 然後你15天以後 要先讓廠商復驗 復外驗完以後 才能公布 蘇丹宏呢 蘇丹宏查到的時候 有沒有大家都是立刻公布的 所以回答不出來 開始做得扯別的什麼 他因為他有溯源什麼 那就沒有15天 所以我告訴大家 當時陳建仁一直講15天 這件事可惡可惡在 如果蘇丹宏也要15天才公布 那就是大家再多吃15天 對 而且他量很大 所以自己吃的菜 蘇丹宏 做出大小的東西 你可以選擇 可以選擇 我也是 脖子 我也要選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